来到光复乡的太巴朗部落 部落的族人为了美化 建设广场周边的环境 相代表吴玉珍在华联领馆出南华工作站的支持下 与部落阶层干部和长者30多人 沿着设计广场停车场周边空地 一边种下150株的桥冠牧苗 也一边以阿美族种植寄宜的方式 祈福每一株牧苗都能够健康茁壮 太巴朗部落祭祀带领头目 阶层领袖以及祈老 已久祭祀照告祖林后 大伙开始沿着太巴朗四季广场停车场周边空地 种下山林花铁东青等桥冠牧 共同来美化祭祀广场的环境 非常高兴这次我们附落 踊跃地种这个树在这个祭祀广场 就是因为我们为了美化 为了环境 为了这个所有所谓的这个官场 能够很顺利地送这个树 将来这个树就长大的时候 外来带来的就是会要欣赏 除了乡代表村长以及部落头目 祭祀以及阶层干部 李络文建站长者们也踊跃参加 拿着锄头翻土种树浇水样样来 尤其依照阿美族种植祭鱼 将每一株苗木视为自己的孩子 祝福都能健康茁壮 祝福都能健康茁壮 你知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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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是你说 你是我食物 我现在 中女 是我的孩子 一样 一定要 长高 三月植树月 相代表 吴一珍 有鉴于每回领馆处镇苗活动都被快速秒杀 让部落族人只能望天心看 因此就特别向花莲领馆处南华工作站争取支持 提供苗木来种植美化部落祭祀广场停车场的环境空间 就争取到华莲木三一花还有田袋式石斑木 那么要求了今天有空的族人呢 到我们祭祀广场的停车场种植 礼物局赠送我们的苗木 希望能够达到十年树木 也希望能够前人种树后人成梁 前人种树后人成梁 部落族人共同合作 种下了150株树苗花卉 同时领馆处南华工作站也发送灌木花苗 给前来参加的每一位长辈族人 一起种下部落未来的生活面貌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